这个胖子的手中泡不要太神奇 区区一泡 兔子都会上树了 接着一泡 兔子都能上天了 再来一泡 胖子都成晚餐肉了 放学不回家 必定是处有冤必有妖 果不其然 都能想到买试卷 为啥就想不到直接摧毁呢 可就这一块功夫 牵笔上就出现了神秘咬痕 顶着暴雨冲回家 老妈气的就想变一拳超人 但大兄昨天并不是没有带伞 而是故意留下了雨伞 今天更是采了路边的野花 真是熊与他再次相见 他来了他来了 他迈着小端腿走来了 可大熊刚见到兔子 在哪都能秒睡的毛病又犯了 眼睛一闭一睁 晒过活神仙 可大熊膀胱一扫 兔子就要成为午餐肉 兔兔这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兔兔呢 大熊凭借自己一米高 如同巨人般的身高优势 终于救下了盘中餐 看着如同碎妈布的衣服 蓝胖子怀疑大熊又被胖虎练拳了 有好事必须要跟朋友分享 一家三口来到后山 穿过茂密的树林 三人席地而坐 一只丑丑的却很可爱的兔子 出现在了一家三口面前 那这会是一头不爱了 就被抛弃的宠物吗 看到肚子上缺失的毛发 法复这个猜想得到了印证 可下一秒 整窝兔宝宝清潮而出 这下来帽子又懂了 原来兔妈妈肚上的毛 是被用来做窝了 小兔子顽皮钻进罐子 要不是大熊出手 就要变成兔子罐头了 大熊旁观一扫 周围的环境真让人心寒 为了贯彻 不乱扔不乱丢从我做起 蓝胖子拿出垃圾磁铁 这些蓝胖子大棒一挥 瓶子仿佛被牵引 短的一下吸在了磁铁上 火力全拼 终于给了兔子一个新家园 这下可以以看兔子为由 天天约媳妇了 洗了冤家路窄 路遇虎夫 胖虎还没晾拳头 大熊就都招了 天上掉下来的食材 傻子才不吃 虎方人已经开始考虑 如果用最朴素的食材 喷入出最高端的食物了 镜香都要急哭了 大胖虎呢 可是土皇帝 没什么格斗技巧的大熊 连学习的心都没了 蓝胖子扑展着大眼睛 决定让兔子去点防身术 拿出部分计划枪 就要造一些神妈东西 照窗外有俩实验体 拿出大象子弹 瞄准发炮 玷雾散去 猫像诞生了 这就是所谓的部分计划 背上武器朝着后山进发 胖虎从后方追击 小腹从右方夹击 眼看兔命不保 蓝胖子拿出猴子子弹 子弹的效果呢 是刚刚的 这些兔子飞檐走壁 挂在了枝头上 小腹都惊呆了 眼看兔子跑了 不管是不是小腹的错 锤就对了 子弹的效果会维持十分钟 十分钟后 胖虎再次发现目标 眼看就要抓到 又是一发子弹 兔子竟然上天了 胖虎整个人也惊呆了 惊到不管对错 锤就对了 大雄俩人才不担心 小腹被当狗打 准备转身走人时 胖虎竟抓到了兔子 蓝胖子又是一炮 护发人上了天 胖虎这次学精了 带了猎犬来 可猎犬也得看品种 不知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当的 一听被嫌弃 狗子可上心了 可兔子走位风骚 狗子被撞成了内巴 狗子受了多重的伤 小腹就得被锤得有多疼 小腹只能自己挡起了狗子 还真发现了兔子窝 为了保护兔兔 大雄又是一枪 这次凶狠了 兔子成了食物链顶端的存在 碰到会气势而边的兔子 护发人估计会消停了 那么有家里养兔子的小伙伴吗